回舞气球带着生日帽在朋友包围下吹起蜡烛 手捧着照片笑得好开心 他是30岁无姓网红 IG留下的最后一篇贴文是去年的生日party 没想到前往朋友住家过夜竟然死在屋内 一名网红全是在这条住宅巷弄的这间豪宅里面 但他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子的状况 还需要解剖离青 这起意外就发生在上个月中上午11点多 警校机会报案 一名男子声称屋内有人 嘴唇发子 全身僵硬 救护员抵达现场发现患者明显死亡 没有送医 后续交由远警接手 只是这名报案人大有来头 他是华语歌坛 天王天后的幕后推手 奖姓王牌经纪人 公传前一个晚上 两个人有小拙 没想到隔天醒来 对方没了呼吸 紧急打119报案求救 事后委托律师发出声明 对于网红遭逢意外事故感到无比哀痛 案件由检察官调查中 基于报案人的角色 一定会积极配合检警调查 一切交给司法机关秉公处理 同时也强调自己早已于2014年 退出娱乐圈幕后经纪工作 希望各界不要对这次的事件 有过度揣测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状况 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 调查的他自案件 就是有可能是 完全是一个自然死亡 也可能是个意外 也可能是个凶杀 所以会是一个他自案件 那当然最好就是现场能够予以封存 然后静待这个解剖的结果 面对突如其来的死讯 家人好友纷纷留言悼念 只是昔日巨星推手的豪宅 如今发生意外 监禁已经进入调查 要厘清真相 TV温暖台北怎么到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